中国又出手 我国承建埃及电气化轻轨开通 美国却光喊口号不出钱 7月3日 埃及总统赛西和总理马德布里 出现在了埃及一条电气化轻轨上 两人乘坐着列车 从曼苏尔车站坐到了巴德尔站 能让一个国家的总统和总理同时出现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而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因为由我国企业 承建的埃及摘越十日程轻轨铁路通车试运行 市运营期间 当地民众纷纷体验乘坐轻轨 乘客表示 这是我第一次在埃及乘坐轻轨 埃及发展到这种程度 我感到非常骄傲和高兴 这个轻轨的外形 看起来很像中国的高铁 这让我觉得埃及发展得越来越先进 事实上 就在咱们帮助发展中国家修建基础设施时 美国也宣布 G7将在五年内筹资六千亿美元 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提供融资 却遭到了国外网友无情的反驳 肯尼亚网友 这是典型的西方行为 总是做出反应 从不采取行动 美国网友 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冯德莱恩说的是取代 而不是中国资金之外的补充 他的意思 莫非是发展中国家 必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二选一 可为什么国际援助要搞这种二选一呢 更重要的是 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倡议 但每次都是光喊口号不出钱 反观我国 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在帮助这些国家 那么问题又来了 只是一条轻轨的开通 为什么就能够让埃及总统和总理 同时现身 在一个场合 为何引来埃及民众的热议 为何会让埃及人民由衷的对中国表示感谢呢 摘月十日程轻轨铁路项目共分三个阶段 目前第一阶段刚完工 目前已完工的铁路全长67公里 全部完工之后 铁路长达103.3公里 沿途共19个车站 最高运行时度达到了120千米每小时 预计每天承载客流量达到50万人次 这条轻轨铁路 位于埃及东部经济走廊的中轴线上 连接了开罗和新首都 以及摘月十日程和东部沿线卫星城的重要免败 将未往返于开罗与新首都的500万居民 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勤服务 它的开通 不仅能够让开罗和新首都相连 还大大缓解了开罗的交通状况 提高了开罗与各个卫星城市的运输能力 当地许多居民都等不及要乘坐这条轻轨 跨城市上班了 在全球变暖的当下 我国企业中车四方研制的轻轨列车 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公共交通工具 使用的是电力而不是柴油 每节车厢有七个监控摄像头 一部紧急电话 列车上配备了WiFi和车载显示器 以及特地为特殊人士安排的座椅 所有的车站都建设了无障碍设施 埃及是一带一路沿途重要的支点国家 自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之后 先后帮助多个国家建造基础设施 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身为基建狂博的我们 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 修建了当地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 带动当地就业 对于经济提升有很大的帮助